吹牛大王历险记 第六章 成为战俘 圣人曾经说过没有人会永远一帆风顺 而我自然在圣人的所言范围之内 因为后来我被俘了 不过还好 敌人并没有杀掉我 也没有把我做战俘交换 而是把我带到了军事坦丁堡 让我成为了苏丹王的一个奴隶 在那里 我的职责就是养蜜蜂 每天清晨 把成群的蜜蜂赶到草丛和树林里去采蜜 到黄昏的时候 再把他们赶回蜂巢 并清点树梁 如果树梁不对 我就得赶紧回到草丛和树林 把走失的冒失鬼们给找回来 起初一切都挺顺利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蜜蜂少了两只 这可不符合我对自己的要求 所以 我立即返回草丛和树林去找 终于 我在树林的深处找到了他们 当时 有两头凶巴巴的狗熊 为了抢小小踩蜜蜂的蜂蜜 而正准备对两个小家伙发动袭击 当时我身边只带了一把小银符 而我又肯定打不过力大无穷的狗熊 所以 我只好抡起小银符 向这两个一腔凌弱的家伙扔去 嘿 狗熊竟然被我这一举动吓到了 撒腿就跑 蜜蜂是得救了 可是那把小银符却因为我用力过大 飞到了月亮上去 怎么把小银符拿回来呢 我为此冥思窟想了好几天 后来 一个看守花园的老人给了我一颗神奇的种子 这下 我马上有了一个很好的主意 这颗种子叫土耳其爬藤豆 只要种下去 就会立即发芽并迅速长大 向上伸出长长的爬藤 一直伸到天上去 估计你们也想到我要怎么做了 是的 我立即种下了这颗种子 然后 看着它以惊人的速度发芽并长大 不一会儿 它的藤蜂就碰到了天上的月亮 这可真让人欢欣鼓舞啊 我一面欢呼 一面攀着藤子向上爬 大概爬了一个钟头后 我就到了月亮上面 不过 想在月亮上找斧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月亮是银色的 斧子也是银色的 我想你们能明白那是有多难分辨 所以 我花了很长时间 才在一个草堆上找到了那把小银符 我如是中复地把小银符往腰带里一插 就想再沿着藤腕爬下去 可刚准备走 心立马凉了半截 原来 爬藤豆的劲被太阳晒干了 轻轻一碰就碎成了一段一段的 我就这样被困在了月亮上面 不过 对于我这样的聪明人来说 束手无策根本就不是我的做派 所以很快 我想到了用那堆草搓出绳子 然后顺着绳子溜下去的办法 说干就干 我手脚麻利地搓好绳子 然后就开始了我的返回之旅 可惜呀 草不够多 所以绳子不够长 可这难不倒我 当我溜到绳子末端时 就用斧子砍下上面那段绳子 然后接到下面 这样 我就可以再留一截 就这样 溜一截 砍一截 接一截 再留一截 不断反复之后 我离地面越来越近了 可是就在这时 绳子突然断了 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摔下去的力道太大了 以至于我落下的地面被砸了一个很深的坑 而我就趴在那个坑底 当我缓过劲来之后 便挥动小银腹 沿着坑壁凿了许多台阶 一边凿 一边往上爬 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 我终于回到了地面 在吃了这么多苦头后 我自然不会放过那两头肇事的狗熊 不过 我得想个绝妙的办法来惩治它们 好让它们从此不敢再来侵扰我的蜜蜂 哈哈 这样的事情从来就难不倒我 很快 我就有了一个好主意 我把一辆马车停在狗熊经常出没的地方 并在马车的车园上涂满蜂蜜 然后躲到附近等狗熊上钩 不久 一头狗熊顺着蜂蜜的香味找到了马车 这个馋鬼一见到车园上的蜂蜜就瘫嘴地舔了起来 而且 越舔越起劲 完全没注意到车园已经渐渐插到了它的喉咙里 车园越插越深 后来 通过镀肠子从屁股那里伸了出来 这时 我飞快地跑过去 在车园的末端打入一枚粗粗的钉子 这样 狗熊就休想再逃跑了 第二天早上 苏丹王听说了这件事 就亲自来看我是如何捉狗熊的 当他看到这非常滑稽的场景时 竟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经过这件事 我和苏丹王倒是熟络了起来 还慢慢有了些交情 不过 这都是以后的事了 那就留着以后再说吧